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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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好 歡迎你們在這個周末又來到我們家人科學廣場 不過我們每一場都有新同學 我們還是先看一下今天的新同學是哪一些人 第一次來到家人科學廣場的請舉手 我還是有一些大概有十個人左右 大概三個家庭 好 歡迎你們來 這個家人科學廣場從大概2008年舉辦到現在 那幾乎每一個周末 老朋友都知道每個周末我們都會在這邊 就是大家相聚 然後玩很多科學的遊戲 做很多科學的東西 那從這個學期開始 我們這個因為這個經費的修繕 所以不得已要跟各位收取一些費用 那也很感謝大家支持 上個禮拜我們有一場就是跟這個故宮博運院展的 而且這個藝術家的作品有關的一場故事活動 那我先問一下 上禮拜有參加要舉手嗎 哦 大概有一半 好 謝謝 這邊代表說有一半的朋友 上禮拜沒有來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搭配這個展覽喔 那個展覽的資料 我們待會在那邊會放一點小冊子 那這個藝術家是被我形容成最接近科學家的一個藝術家 原因是什麼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他的作品 他作品其實有非常多科學的這個元素 數學的元素 那我們搭配這個藝術家作品 我們有一些這個贊助特效中心 然後贈送限量贈品的活動 那我們今天把贈品放在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手指這個方向 你們兩個櫃子 那這間門檻是 您只要贊助特效中心 至少5萬塊上 就可以有這些贈品 那主要是為了讓我們的科普活動可以持續的辦下去 好這個是今天開場要跟各位介紹的 那我是誰呢 我是這個中大學物理系的朱清奇老師 那我同時是科學教育中心的主任 所以我要必須負責這個這個中心的營運喔 要活下去 大家才有活動可以參加 好 那我們的活動辦到現在喔 一直有很多熱心的這個老朋友好朋友在支持我們 包括我們今天的講者張米靜老師 那張老師是台中一中的物理老師 是我們同行 那他在台中一中大概花了很長的時間 他做了非常多的物理演示教具幾百樣 然後把它做出來以後拍成影片放在網路上 讓全國的所有的物理老師都可以用 那這個東西其實在教育上 他是怎麼說功德無量 因為你做一件事情可是大家都可以用 那老師們都可以用 是不是學生就受惠 好 所以這也是因為這件事情 所以那個張老師我剛剛在回他 我說請問什麼叫台中市優良教育人員 那他說至少要先打敗一中裡面的所有老師 你才可以代表學校出去參加這個優良教育人員 那我想一想就跟我們學校的那個教學什麼傑出啊 教學優良的獎項是一樣的 你可能要先打敗你系上的所有的老師 然後再打敗院裡所有的老師 然後才可以到校去比賽 所以這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好那今天台面上端出來的東西 大家就已經還沒有正式開始前 小朋友就已經興奮的不得了就一直過來看 我們今天最主要要做的是投石器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今天的題目叫做功成略地 那投石器它是一個古時候就有的東西對不對 古時候的人什麼時候會用到這個 打仗的時候 打仗的時候 好那你怎麼樣可以讓你丟出去的這個石頭 丟得又準然後又遠 裡面有什麼樣的力學怎麼樣的機構怎麼樣的設計 可以讓你做出來的投石器最厲害 小朋友一定很想知道對不對 好啦可是你看到今天這一座就是 今天要做這一座好開心喔 還是今天要做這一座王主杰好開心喔 並沒有好不好 這個這要怎麼說呢 等到我們的這個 比如說我們這個課程的規格 可以拉到某一個層級 比如說每次來參加五千塊一萬塊的話 我們辦法就可以推出這樣的產品 那這個是張老師他自己下 就是個人的興趣喜好就做出來的 我們還有一座更大的在這裡 待會會搬上來 所以我們今天要有大 然後有中 然後有小 你們要做的版本 你們至少可以做一座小的帶回去 另外同廠家印的是這個挖土機 那這個挖土機今天不會做 可是我們因為太多小朋友感到興趣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臨時做了一個決定 我們可能未來會開一個就是 製作挖土機的基礎班跟進階班 當然會不會做到這麼厲害 我剛講這麼厲害這裡有點難 那基礎班我們可能就會介紹給小朋友 什麼是液壓的系統 液體液壓的系統怎麼操作 然後進階班可能就真的做一個挖土機過來 那到時候請大家留意我們的訊息 OK 如果需要就是有開葬的班的話 我們都會把訊息公布在客教中心的手邊 那歡迎大家來參加 好 我的廢話已經說完了 那各位小朋友們現在要做什麼呢 歡迎客手一邊 好 好我們來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今天的講師 邵靖老師 好 謝謝 好大聲 謝謝大家好 介紹了那麼多 今天什麼日子 青年節 歡迎各位未來的青年 現在的青年 曾經是青年的 曾經青年就被消煙了 對啊 好 那這個 可能有一點點干擾還是什麼 好 沒關係 那個 對 OK 可能斷斷續續這樣 好吧 那這一個的話是我前天完成的 但是你說哇 那材料拿到手 大概農藝年前拿到手 跑過來這邊突然跑過來說 做老師我要切切壓克力 然後切兩組 然後做好一組 然後愛線 愛線拿去科工館那邊秀給他們看 秀完就拿不回來了 他們就說這組留下吧 我說好吧 不過還好去科工館他們請我吃飯 請我喝咖啡這樣 現煮現磨的咖啡好香的咖啡 然後結果來這邊 他做老師又趕快又要請我喝咖啡 那這個的話比較複雜 他有一個是抑壓的控制系統 然後有三個 這個他抑壓的那個就是他的那個 就是操作的部分 所以他比較複雜一點 那朱老師野心比較大 所以要開這個課 那個不關我的事啦 他的助理會很頭痛 或許我給你再幫忙設計比較簡單的那個部分 但是有一個地方他是 這個是單向的 我必須是能夠讓液體從這邊出來 然後供應到這邊 我再把它拉回來然後再回去 所以這個的話現在 我這邊因為都已經灌了 都已經進去了 那我可以讓他變成是 緩回收 讓液體收回去這樣子的話 那像這個我已經調整好了 好 我先問一下 如果我們開這個班 你想來參加的舉手 你看 幾乎錯了 不然現在你的助理會很頭痛 他已經那個臉已經不曉得這個 沒有什麼笑容了 因為他要用到的東西其實真的比較複雜 然後可能我們在想看怎樣的方式 讓他比較簡化 你主要是這個控制系統 你要知道他怎麼運作 然後你就可以做一個起重機 可以做這個 都可以 那我先操作一次給大家看 那這個是他可以往前這樣 但是因為太重了 所以他變成自動會往下 我這邊控制把它關起來 那再來的話 我們這邊要把它 這個要打開回來這樣子的話 我這邊就開始車齒 它就可以開始動 然後再來是那個董 要把它整個拉開來這樣 動作比較慢 因為我這邊換1CC的針筒 如果我用3CC的話 三兩下就完了 不好玩 那個要比較好像比較費力這樣 那如果我開始要把它收回來的話 那變成說我要去轉 控制這個流向 然後讓它是水可以出來灌回去 好 那這邊可以再放大一點 這邊 OKOK 好 好 調回來 好 那這樣子他那邊這個影片上面可以看到 我現在是這個法 我現在是指向這樣子 所以它的那個水是這樣子流過來 流到單向閥這邊 那我這邊是抽 抽的話我會從這邊這樣抽過來 我在打回去的時候 它不會回去這邊 是回到另外這邊 所以它等於是被我控制了 我只能夠一直這樣往這邊這樣流 那這樣流的話它就會 我往我打開這邊 然後它就會把那水灌過去那邊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整個這樣起來了 那或者說我這邊這樣子 我可以讓它這樣開始挖 然後你可以用這一個這樣子 可以讓它去動 就是可以控制這樣 這個是往下的 然後可以這樣這個 然後就把它挖起來這樣 那當然這個操作 你就看到挖土器 其實那挖水器工人非常的厲害 然後你就看它在那個正常挖的時候 我也是看過它裡面有一個水管 它可以控制到在旁邊那樣 輕輕撥輕輕撥 這麼大一台東西 它可以控制到輕輕撥輕輕撥 它要控制多少東西 那個技術是實際上非常厲害非常高的 好吧 那這個就大家期待以後 這個部分可以設起來了 好的 我們今天其實要玩 不是這個了 這個我大概花我大概半天的時間 然後 鋸的話有點點隨便 就是拿到木頭它開始鋸一鋸 然後弄一弄 又有電動的那種機器可以鋸 鋸完之後 我剛剛要什麼聊 我就開始再拿木頭 然後全部弄好之後 全部組合起來 這個湯匙有些媽媽可能會有點眼熟 我就在想說我要找木頭 還找鐵的話 想說 朱老師的那種要求來講 我還是找個木頭來 結果這邊被我自己敲斷掉了 只好再把它綁起來 那這個的話是在比較早期的 你可以看到那個 這邊的影片裡面 可以換到那個 有一個是 有一個這個綜麗式的 在地上那個 我們待會兒 先做完第一組之後 再去做那組再介紹那個 另外這個是可以拋出去的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這樣拋的 你們在一些的影片裡面 大概都可以看得到 像那個摩戒啊 要那個什麼 雙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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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是一个侵略性的一個武器 但是實際上它還有很多的物理在裡面 這是物理在裡面 這邊的話是在網路上面 底下有一個網路的資料 那它這裡 裡面有做一些介紹 把它找下來 那整個的框架來講的話 就是這邊一個勺 這邊一個幣 然後這個的繩子 這個是它的動力來源 那有的是在這邊做一個弓 像弓箭的弓一样 我就拉下来之后 那个弓就会往下弯 然后你放掉它就直接弹下去 那有的是在这底下这里 它用那个钢的那种弹簧弹性的东西 我这样扭转下来之后 再放四方再弹下去 那就看每一家军火公司做的状况不太一样 所以它的产品不太一样 那真正的原理的话 那就是有 主要这个是扭力式或弹力式的 这个扭力式弹力式 那我刚刚讲说在底下 它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扭转弹起来 然后释放 反正就是不管讲我的动力 就是来自于这些弹力 还有底下的弹力之类的 那这个呢 这边在释放之后 它弹上来的话 那我也要有一个东西挡住它 待会我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如果我这个没有的话 比如说像这样子 我们可以先玩一下 然后哪里 谁要帮我接 先打这边好了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打出去的样子 你要公平哦 三个冲这边 每边都要打 这个左右 但是我这边有两种不同的规格 那我先打这边 那你看它的飞行的轨迹 看它飞行轨迹 那这个因为 它的那个打上来的力量太大 所以这个整个都会 会跳 这个是变成这个轨迹超是这样的 它的其实没那么恐怖 只是说那个声音 比较过瘾一点的力量 那我现在这边的话 放这个东西进来 它有什么作用 放这个东西进来 是不是停止的位置 那我改变它的停止位置 看看有什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效果 那不好意思 这边就多一点给它 那这样子 注意它的那个飞行轨迹 有没有这样 那个是我们像猫的玩具 我做给它玩 它就玩了两次之后就不玩了 因为里面没有有声响的东西 有一个珠子 有一个铃铛在里面 它会一直追 那我就不用睡觉了 整个晚上就在追这个 那如果这个的话 是再来就是变成是 我更早让它停住的话呢 它会在哪里 注意看它那个轨迹 它是抛的比较漂亮 对啊 那所以 待会你们在做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考虑这个 要考虑这个 然后你就可以去设计去看 它什么时候可以停下来 其实在这个武器来讲的话 它这个部分 它其实是可以调整的 它有一个调整的装置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控制我的射程 它可以去控制射程这样 那我这边是用上帝金 因为我已经找不到材料了 我家里的木头被我用完了 不过这个木头是 我们有一个圣母老师 他的木工非常的厉害 他们家的家具 全部他自己做的 就是在我学校 我地下室 我一个地下工厂在那里 搞得我全部都是灰尘 那样 然后我就说 那你的剩余木头 都能留下来 那剩余木头就在做的这两组 好 那一组 在这那一组待会我修给你们看 那一组的话 科风碗有一组 但是这一组 科风碗没有了 这一组科风碗没有 美镇那边没有 就是说只有在这边才看得见 只有这里 美镇那边 他就是要 要请他们的那个 另外一个机工 因为技术员来去做 这边 这边不要 都忘记他了 对不起 看看 可不可以射到那边去 你既然你忘了他们了 他们是可以邀请他们一个 小朋友上来操作 小朋友要把他发射 一定每个都想的吗 来 一二三几手 他比较快 来 我帮你 你过来这边 我帮你扶着这个 帮你把他拉出来就好了 小心啊 头不要在那边上面 你这个 这个绳子 拉出来 拉那边 拉那边 丢命来 哇 哇 好 好 谢谢 好玩喔 我们家猫 原本对那一座 比较喜欢 这一座它不太晚 因为每次的声音就很大 那他比较喜欢玩迷你型的 那他比较喜欢玩迷你型的 好 好 这个就先 扯起来 放这边 好 谢谢 那待会你们先做这一组 就这一组 好 好 好 弱很多 但是这个 其实 我在家里玩的话 因为这个带来带去 又有点点有趣了 然后我在家里玩的时候 这个才比较好玩 然后只是 整个晚上就是这个声音 然后我不晓得我们家楼下 有没有觉得很烦 然后因为我在14楼 底下都是我们鸡 整个晚上就这样 然后又打到我的门 撞到那边就 彈回来 打过去 然后两只包就一直看着它 一直看着这个球 然后等到它 撞歪掉一点的时候 这个球就是他们的 就立刻这样子 那个猫动作好快 它想要抓的时候 就看了看了 突然 那手一伸 就被打掉了 董家帽我有看过它打过蚊子 就在他面前 他看到有飞的东西 就非常兴奋 他看到 啪 真的 那个 才刚咬过我的蚊子 就被它打死了 那这个 他待会大家来做的 那我先发射给大家看一下 弱很多 但是这边 差别在于就是说 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它的角度 哎 丢过来 好 谢谢 那发射的角度 还有它的那个弹力的问题 等下会发给大家材料 然后做的话 这一组就比较简单了 那一般来讲 有的小朋友可能在学校有做过 这类似的 那 当时的话 我比较龜毛一点 想要用这样子的方式 因为这球放着 我怎么去动它都不会滑掉 可能有点紧 所以才会是抛的不够远 那如果是说你拿那个 在家里的话 你是不是拿那个纸揉成一团 或铝箔揉成一团 就可以直接打了 那都很方便 好 小朋友要开始做 要开始动手了吗 那 这边的话 可能 请大师哥们 大姐姐们 大姐姐们 把那个材料放下去 那 先它是竹筷跟橡皮筋 竹筷跟橡皮筋 这样子 然后放下去 大家也可以开始来 去操作 那拿到的时候 我这边的头里面 会有一步一步的步骤 那你去慢慢去动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小朋友应该都还 不会很难 可以去操作 可以去制作这个部分 这个大的话 你用黏土发射也可以 用冰花球发射也可以 拿一个纸盘发射也可以 都可以 那 我们家的猫咪 比较喜欢纸盘 铁球的话 大概打不远 然后你打到家里地板 就会 就麻烦了 所以 所以我才会用乒乓球 才会要用那个 那个纸盘啊 这样它就打到 打出去 它就不会破坏东西啊 你如果拿那个 玻璃球 拿 打到玻璃 家里的家具 全部都打坏了 那这个又没得玩了 就会被你爸爸妈妈收起来了 切成球 那是要打 要工程用的 拿到之后 你的那个竹筷子 在绑的时候有一个技巧 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那个 对 等一下 我刚刚看到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先 先大家拆竹筷子的时候 千万千万不要 再下去 你千万不要这样很帅 要这样下去 我们有同学就直接看它这样 啊 里面的那个竹 它有些不是很平整 有一些细的那个枝 立刻插到手里面 非常的痛 你不要那耍帅 把它这样拨开来 这样就好了 好 那这个有助 有细琴 就没什么关系 因为它的力量不会太大 那 这里的话 绑的时候 不好意思 绑的时候 绑的时候 就一下就说 这个橡皮筋这样子的话 你拿起来 这里就这样 套一根橡皮筋 套一根筷子之后 要绕个七八圈 五六圈 那没关系 那你不要 不要绑太紧 有的人会这样子 会紧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 你这个机会 就不太容易张开了 你只要绑住就可以了 再轻轻 轻松的绕 那到后来 再套多另外一根就可以了 好 然后要两组 先做这两组 两组完了之后 再来去绑 另外两组 刺个头 就有刺个尖这样子 再来 这边有两组 你要做两组那样子 然后再把它 两组 绑在一起 绑在一起 之后 你在把它变成正方形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再跟大家讲 要注意一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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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可以切换过来 对 好 那你这边做好两组 对 做好两组之后 那方向那些其实没什么关系 你自己是要尖的 跟 就是头尾那些这样子 这个其实没什么影响 那比如说像这样子的话 我这两组 两组 那这个绑好之后 好 这边再来 好 再来一个 这样子 那这样绑好之后呢 你在张开来的时候 会有一个问题 好 那 这个问题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 比如说你这样张开的话 你有可能会变成怎样 这边一上一下 好 这里会变成一上一下的 那这边就还好 那如果我要通通把它变成像下的 那怎么办 把他喝起来 把他再扭回去 扭到另外一边 再回来就可以了 好 就是说 原本是 还有这个 把他 装回去 这个有点点松 那是多 那是多 那他刚刚跑得比较松一点 你看一下 如果你的那个太松的话 你可以再调整一下 再把它拆开来的话 然后把它弄紧一点 好 那 当你打开的时候 你看看是不是 这边是 我的左手边 你们的右边这边 是不是这一根筷子 都在两根的上面 但是这边发生什么事 有一个是跑到底下来 绿色的就是跑到底下来的 这边一上一下 这边是不是一上一下 一上一下它没有关系 你把它放回来 放回来 这边把它给扭回来 扭过来 把它转一下 它就变成是两 都是向上的 那这个有时候 它还会再跑回去 会扭转 那没关系 再倒过来 再弄就好了 那如果你的框做好之后 再来就是 把他的那个立起来的支架 那立起来的支架 这边怎么去做 你就是拿 拿一根筷子之后 靠在这旁边 只要靠上来 一样再绕 你这样放过来 这边是这样子 支架做好了 支架做好了 但是支架之后 尽量不要做到这么 边边那么大 你可以再稍微小一点 那这个 这个就可以把它 直接这样子 紧过来 然后让它变成是比较 小一些 因为有的筷子稍微软一点 有的比较硬一些 然后再来的话 这边你要在做的时候 你就找到一边 然后这个 靠过来 套着继续绕 你要绕一边绕两边都可以 那比如说 我这样子绕着的话 可以是 靠着这边这样子 因为只要是 靠着 把那找一根筷子 靠过来 然后再把它缠上去就是了 都可以 你要缠两根一个 缠一根一个 都可以 没关系 但是缠的时候 变成左右对称 这边一根之后 是不是再来另外一根 这边再来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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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右这边的绕法 要对称一些 对称它 比较 不容易 那这里 这样做完之后 再一个横杆 或者说 你要先做底下 另外 就等于说 我要一个 一个那个 V字形 倒V字形在侧面 有两个 这样 这样 这样就要 那这个动作 其实 線路顺序没有什么差别 你也可以先做一个 两支的V字形的 然后我再去 分别绑在这旁边来 都可以 因为它要两支下来 所以你可以先 两支先绑好 然后再过来 你也可以先这样 像他那样 你先绑好一支 这个小朋友 已经完成了 这个部分 好 那这边的话 这个小朋友 他已经完成这个部分了 你可以看来说 他这边 大约差不多在中间 或上下一边 待会也可以调整的 待会这边可以调整 那你这样子绑好之后 再来呢 再来后面 再来后面这样 这边再各一根 你才会变成是 这样一个架子 那这里的话就变成说 它的角度 你看你的角度要多少 好 整个架子做起来就是 我这边除了 除了这根以外 其他整个的这个架子 整个的这个架子 都做起来这样子 好 就是 你待会等一下做下去 做成像这样子 一个这样架子 好 那绕的话 我自己绕它就是两根两根绑 你一次把两根两根绑的话 它就是自己这样的位置 不太容易再去扭得太厉害 好 所以先做成这个样子的架子 那这个架子的话 这个架子横杆的部分以外 整个这个架子 下面一个包子器也是一样 差别但是横杆不同 好 这个横杆不同 那这个是用筑筷子 这个横杆 所以你要先做到这个架子 这样子 那放到 我放到桌上 好 这边 好 好 螢幕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说 你的架子就做到像这样子 像这样子 就这样子 好 这个架子 如果你发现你的筷子有点太软 或是有点点问题 你可以跟那个旁边的大哥 跟大姐姐讲一下 换一根给你 基本上这些的筷子应该都还可以做 只是说 因为是橡皮筋绑它 所以你还没有完成结构的时候 它有些地方会扭回去 会跑掉 这个叫这边做 最后就开始绕 绕完之后绕回来 再把它勾到 再套到筷子上面 你就可以固定好了 好 那如果一根 一根橡皮筋 你把它还会 歪来歪去的话 你可以再多绑一根 好 你还可以再多绑一根橡皮筋 这样比较稳定一点 那或者是说 你回家 你再拿胶带 或者你坐在里胶带 你用胶带去捏 也可以 可以 好 好 这也没关系 感觉没关系 有问题的举手 有问题的举手 旁边的哥哥举手 大哥哥大姐也会帮你 这没有关系 这个 因为它有的力量比较紧 有的绕比较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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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让我的绕比较紧 有的绕比较紧 很辣 这边是小骨 好 大家好 好 你好 我这个一直逼你的绕 你这样子 喔 不一样 你这样子一距离吗 那也没关系 我会挖一边 有的绕比较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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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怎麼樣放一點 那個如果你的架子 才會注意到你的架子永遠會歪一邊的話 一直調不過來的時候 你慢慢扭,扭不回來的話怎麼辦 你看你要怎麼扭回來 你的橡皮筋就去把它那個方向再綁住 你可以加強多一個橡皮筋下去綁 那這樣這個就可以把它給用橡皮筋的力量把它給扭回來 好,那盡量讓它比較正一點 你調整一下 比較正一點它那個整個架子會比較穩一些 這個筷子這邊,就兩個把它疊在一起之後 筷子是不是可以,下面就可以勾住筷子 就開始這樣繞 繞到拍完的時候 再把它勾回去到筷子 那這個就可以固定好了 一條橡皮筋不夠,兩條 把它固定上去 好 下面一天,那個湯匙弄好沒 還沒 還沒 沒關係,不急 好,那如果你要繞到 把湯匙綁上去的話 注意看一下你的湯匙是不是要這樣子彈起來 把這樣彈起來的話 好,那你這邊綁的時候 請看一下螢幕那邊 注意到你繞的話 不要把橡皮筋在那邊交叉了繞 好,交叉了繞 那這個,先看一下那個圖形 看那個,繞完的樣子 大概像那樣子 好,那這邊的話我再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比較要小心一點 就是你要抓著它之後 然後,一邊上 好,這邊進來之後 你要鑽過另外一邊 好,然後再來 繞過來 好,你不是這樣交叉的繞 好,不要這樣交叉的繞 是這樣子 就等於我繞的時候是左右兩邊平行的 好 好,再來一次 那我現在這件事搭上去了 搭上去之後 那我譬如說我要這樣繞過來 我是不是從筷子底下上來啊 上來,你從哪邊上來 你要繞到另外一邊去 你不是交叉過來 你注意看我這邊 你不要這樣交叉過來 好,不要這樣交叉過來 是到這邊 到另外一邊這樣 好,就是到這裡 從底下再回來 再下來 好,再下來 然後再上來這邊 這樣 那這樣的話 你這樣繞完了之後 你會是變成是比較平行的 你從有一邊這邊看不太出來的話 那底部這邊你也可以看得到 它不會有交叉的地方 有一面它不會有交叉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的這個竹筷子才不會這樣左右扭得很厲害 會挖一邊 綁好之後 你再去看你的這個湯匙是不是正面 那有沒有問題 弄好之後 你的彈力 準備可以套上去了 這條繩子 待會兒你再去看要不要用 那怎樣讓這個橡皮筋可以套上來 我不是直接套著 直接套著套 我直接這樣套著套 這個會跑 會跑來跑去 不要容易跑 好 那我這邊變成是說 我先在這邊 現在這個桿子上面這邊 我先穿過去 繞一下 看不看得出來 看不看得出來 我用這個來示範給大家看好了 你是不是繞過這個竹筷子 然後你這邊穿過去 之後這樣就可以拉著 好 這樣拉著就好了 看不看得出來 好 這個 這個譬如說這個麥克風是竹筷子 然後我這樣子繞過來之後 從這個洞這樣穿過來 穿過來再把它拉緊 這邊的話是不是就是綁住了 好 這個綁住就不會上下滑動 好 那兩邊都弄好之後 就可以套在這架子的兩邊 好 那這個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你可以試試看 那這裡的話這邊 可以把那個綿土發給他們 那你要去打這個的時候 你看我如果拿湯匙這邊 壓湯匙這邊的話 是不是會歪掉 會擰曲 所以我拉底下 拉底下這樣放什麼 這樣子可以比較容易去瞄準 那如果你真的要比較精準的話 你自己再回去再加一條繩子 或者待會下一個活動那邊會有繩子 你再把那繩子加在這邊 那我就從這裡底下繞過來之後 我可以再拉 把我拉到然後釋放這樣子 好 我可以從底下再拉過來然後釋放 那如果你寫你的彈力不夠 左右再加 各加一條下滑筋就夠了 好 其實這個已經 這個這樣已經 力量應該都還可以 你可以再多加一條沒關係 好 這個 那這個 黏鼓 黏鼓拿到之後 你可以拿一小塊 不要太大 不要OK 但是你不要拉這邊這樣子 拿底下 拿那個桿子然後放手 對 放手這樣彈 你拿這樣子它那個湯匙會歪掉 歪歪歪歪歪歪去 你不要 這樣排就可以了 那你的黏鼓的話 你要不要弄到一般就這麼大了 好不需要弄到那麼大 因為黏鼓比較重 你拿小塊黏鼓 試試看看可以打多用 好 好 這個湯匙有沒有問題 這樣你套過來 這樣可以 好這個可以套過來這邊 然後另外一個再也能套過去 可以拿同樣的長度 對對對 對對對 拿同樣的長度 好那這個也可以 把你撐在那裡 這個黏鼓不需要拿太多 拿一小塊 拿一小塊 然後你把它揉成一個球 就可以來發射了 但是發射了 把黏鼓之後記得撿回來 所以待會兒要用大黏鼓 這個把它揉成一個 拿下來 你不知道為什麼都要吃我呢 你看在那邊 太鼻子 來 來 你看一看 哇 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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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個 哇 又又又